这两天关于德国的消息比较多 主要是反差的味道有点浓郁了 德国总理舒尔茨前天突然说 德国要坚定的支持全球化 反对与中国脱钩 而且坊间消息说 舒尔茨还计划在下个月要访问中国 但是在不久以前 德国还说对华的贸易不再天真 要减少德国对中国原材料 产品以及市场的依赖 昨天在俄罗斯释放了可以提供天然气的消息之后 德国又拒绝了俄罗斯的善意 这都显示出来德国现在矛盾的心态 德国到底在想什么呢 拒绝俄罗斯 这是符合美国人的心意的 但是对中国表示善意很明显 这又不符合美国人的心意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德国 这个曾经把地球都剁得颤抖的强国 一旦失去了独立自主 即使说再繁华似锦 想要让它凋落也不过是转瞬之间 令人叹息 北溪管道被炸 德国人一定是气得浑身发抖 这跟挖绝护坟没什么两样 但即使是这样 德国人也不敢坑气 最近俄罗斯放出消息说 可以用二号管线的B线供气 你们只需要打开阀门就行了 俄罗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 保证供应 而且价格便宜 但是德国还是拒绝了 心里还是害怕的吧 其实也好理解啊 德国如果敢接受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这条仅存的管道也必然保不住 北溪一号被炸 上面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要你德国跟俄罗斯能源脱钩的 你还要跟俄罗斯勾勾搭搭 那分明就是不想体面呗 不想体面的话 会有人帮你体面 德国也不傻呀 还是自己要点体面的好 那干脆就不接俄罗斯这个茬呗 但是啊 德国也不想就这么憋屈啊 所以释放出了对中国的善意 明确表示不想和中国脱钩 而且支持全球化 这就和美国的意图背道而驰了 德国是不是真的回心转意 要跟中国走近了呢 我的看法是 不能这么轻易的下结论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我们先看看下个月 舒尔茨访华的成果再说吧 即使说成果丰硕 我们也不能得出 德国就要转向的结论 不能轻易乐观啊 德国此举我认为 还是做给美国看的意思 要多一点 向美国施加一点压力 不仅是德国呀 就连法国都站出来说话了 说你美国不地道啊 你卖给我们的天然气太贵了 贵出七倍了 你把我们当冤大头宰呀 我们是冤大头不假 但我们不是傻小子呀 便宜贵 那我们还是知道的 但是知道你用的怎么样呢 欧洲敢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限价 但是不敢对美国的天然气限价呀 于是德国就对中国释放善意 我刺激一下美国 意思是你要是再这么逼我的话 那我可就要投共了 我敢说呀 如果说美国表示 对德叔叔的天然气降价一倍 那舒尔茨会立即改口 重新说我们不能依赖中国啊 我们不在天真 这都是明摆着的事 德国要投共 明面上是被美国逼的 但其实呢也暴露出了一个 殖民地国家的无奈呀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对德国的情感并不复杂 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德国虽然说历史上 犯过战争罪行啊 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 但是他对罪行的反思啊 是非常彻底的 这一点比日本强多了 另外在历史上 德国对中国的伤害可以说是列强里边最小的吧 中国人并不太反感德国 这跟日本沙俄美国 这都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点年纪的中国人 对德国的总理呢 都是耳熟能详的 一说起德国总理科尔 德国总理施罗德 德国总理默克尔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而且呢 口碑都挺不错的 你见有哪个中国人说过 德国总理不行这类的话 没有吧 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评价啊 但是一提起现在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啊 大多数人都是摇头的 普遍的观点就是 这个总理不行啊 比起默克尔来说 差远了 但是舒尔茨是真的不行吗 恐怕也不尽然 舒尔茨的能力 肯定是比不上默克尔 但是在德国政坛上 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舒尔茨在社民党内 根本就不用通过党内选举 是直接被推选出来 参选总理的 舒尔茨17岁啊 就加入了社民党 那也是党内元老级别的 当过汉堡市的市长啊 当过财政部长 国会议长 当过副总理 这一辈子的职业官僚了 而且他没有负面新闻 低调还实干 曾经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客 民意支持率高达50% 这在德国很少见了 能力还是有的 就是性格有点说不清楚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 没有主见似的 这其实也是跟大环境有关的 舒尔茨的政府是个 三党联合的政府 他所在的社民党只有 内政的国防等七个部门 而绿党有着外交 环境气候等六个部门 还占着个副总理 这等于是分庭抗礼了 还有个自民党占了四个部门 舒尔茨一个人说了不算 他得三头讨好 而三个政党各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资本主义政党的本质 美国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党派的利益是高于国家民族的 你要是这三个政党凑到一块 是为了为国为民 那跟个笑话差不多 就拿现在德国的处境来说吧 这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德国拒绝俄罗斯的能源 对于德国的国家利益 肯定是不利的 但是对于绿党的外交政策 这是有利的 对于社民党的理念 它也是有利的 那就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先放在一边吧 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个散装的政治联盟 它是怎么来的呢 离不开美国的功了 德国现在已经被美国渗透的 跟个骰子也没有什么分别了 如果说没有美国的摇旗呐喊 最起码绿党的上位是不会这么容易 如果说有人问 你这么说有没有什么证据呢 那我肯定是没有 但是德国对欧洲领导人的监听 是事实吧 默克尔的钱包 说被偷就被偷了 这是事实吧 特朗普亲口说 知道马克龙床上那点事 这是事实吧 欧洲的社交舆论 还有软件啊 都是美国的 这也是事实吧 你说这么强大的力量 对德国的选举一点影响都没有 恐怕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 那朔尔茨处在这种环境当中 他也确实是没有办法 这一次他说出 坚持全球化 不和中国脱钩 这话恐怕也是鼓足了勇气 而且像朔尔茨这样的老诗人 都被逼得说出这样的话 说明德国确实是被逼得真是受不了了 我说朔尔茨是个老实人 大家也不要笑啊 朔尔茨从内心的深处来说 还是比较诚实的 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是媒体开放日 德国号召大家呀 就是节约能源呗 对吧 尽量你要减少洗浴的次数 有人就问了啊 请问总理先生 您多久洗浴一次 朔尔茨说 我每天都洗 你看 在这种场合之下呀 明显和舆论都不搭呀 但是朔尔茨还是承认了 古国自己每天都洗 一个比较务实的老实人啊 干实事是可以的 但是搅在这种政治漩涡里边活稀泥啊 并不是他的强项 所以说朔尔茨的支持率一路下降 到现在混的还不到30% 跟前任默克尔一比 实在是天差地别呀 其实呢 默克尔也是有弱点的 比如说难民问题 就被人一直给抓住不放 但是默克尔总体上来说 能力还是非常优秀的 他也是一个执政联盟啊 两党联合的政府 但是他能够凝聚大多数的力量 在政府里边说话呀 是管用的 一个人的能力 其实就是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默克尔35岁才从政 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内阁的部长 这并不是说了他从政的能力很强啊 而是他从小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 默克尔从小学习就好 19岁的时候还去莫斯科去参加俄语的大赛 他一个德国人呢 俄语说的比俄国人还好 英语也好 早早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在东德的一家研究所上班 后来呢 两德合并了 35岁的默克尔走到了西德一个很小的政党的一个办公室啊 就说我能找个工作干吗 就开始在这个小党干文秘的工作 没有多久呢 这个小党啊 就合并进了执政党基民盟 默克尔就成了基民盟的党员了 默克尔在党内很快就得到了基民盟的党首 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的上师 科尔的任期内实现了德国统一啊 那支持率和威望无人能望其项背 科尔要提携默克尔 那默克尔你想平凡都不可能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啊 科尔凭什么看中默克尔呢 还不是默克尔本身就有能力吗 再加上从东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又是一个女性 方方面面这都是上乘之选啊 又直接提拔成了德国的妇女儿童部长 被人提拔 那自己也要争气才行啊 默克尔自己也是没有掉过链子 从一个政治小白迅速成长成了一个政治家 又担任过环境部长 1998年吧成了基民盟的总书记 7年的时间从一个文秘混成了党魁 你不服气都不行 更狠的还在后边啊 科尔卸任不久 没两年就陷入了政治献心的丑闻 默克尔一看形势不对啊 马上就翻脸了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 科尔是党的害群之马 就公然讨伐科尔 并且呢号召党员与科尔划清界限 这就很厉害了 科尔是默克尔的恩师啊 一路带着他起来的 一旦对自己不利 默克尔能立马跟恩师翻脸 踩着恩师的尸体往上爬 这种狠劲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 这标志着默克尔彻底成了一个成熟的政客 我这可不是在贬低默克尔啊 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客来说 翻脸无情 这是必要的 政治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呀 容不得韩情默默 默克尔要是连这点沙发决断都没有 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欧洲铁娘子的美誉 朔尔茨在这一点上 跟默克尔相比啊 他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其实关心政治的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都知道啊 默克尔上台之后啊 对中国其实并不友好 中德的关系曾经一度陷入了冰点啊 科尔和施罗德执政的时候 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中德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但是默克尔一上台就完了 2007年的时候 默克尔竟然会见了达赖 我们都知道啊 一个外国的领导人会见大和尚 这意味着什么呀 中德关系就凉了 默克尔还在不同的场合抨击过中国 当时对华不友好的外国政要 默克尔是排在前面的 那么默克尔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来自于东德呀 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生活了35年 如今成了德国总理 那肯定是要表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 为了排除嫌疑 你也得这么做呀 拿中国开刀 以显示吧 自己和社会主义那是对立的 这其实就跟华人到美国去当个官啊 肯定比美国人更反华 是一个道理 不过呢 没有多久啊 默克尔的立场就改变了 08年的经济危机 让默克尔感觉到 不能和中国这么交恶下去 于是马上就表达立场 支持中国承办的北京奥运会 然后就访问中国呀 越来越侵华呀 中德关系迅速回暖 一直到默克尔离任 这中德关系都是很不错的 这就说明啊 默克尔这个人是极端的失实物 什么对自己对德国有利 那就干什么 发现不对就立马转变 虽说是有点保守 但是一点都不顽固啊 默克尔执政十几年 基本上吃的都是施罗德改革的老本 他并没有什么出彩的经济措施 但是德国的经济发展啊 真的是很不错 在西方一群疯子的环境里边啊 他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清醒之人啊 有人是这么说的 默克尔也不怎么样 除了难民问题之外啊 最大的失误就是把德国绑在了俄罗斯的能源战车上 你现在吓都吓不来了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这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我们要知道啊 德国凭什么立国呢 是金融和服务业吗 不是的啊 德国是凭着制造业立国的 你离开了制造业 德国就啥也不是了 彻底完了 制造业你就离不开能源了 这对于德国来说是刚需啊 它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德国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可靠 而且是充足的能源供应基地 这是客观现实 德国背靠的是欧盟的市场 还在中国和全世界有着强大的竞争力 如果说有一个稳定可靠的能源基地 加上自身强大的工业能力 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呢 你要是处理好了 你想不发财都难 而俄罗斯这个能源基地 是怎么乱起来的呢 地球人都知道啊 是美国在背后不停的拱火 北约五次背信弃义的东扩 不停的在乌克兰挑动颜色革命 再加上毛雄脑子实在是不冷静 竟然不顾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出兵乌克兰 这才使得德国的多年经营毁于一旦 这摆明了就是个有预谋的事啊 它就是要让德国和欧洲乱起来 就是要收割欧洲罢了 即使说当年德国没有和俄罗斯 进行能源绑定啊 咱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德国一直都是从卡塔尔进口天然气 那么今天就不是乌克兰打起来了 而是中东打起来了 要想搁你呀 它总是有办法的 难道老美就没有搞乱卡塔尔的能力吗 那更轻松好吧 要我说呀 幸亏德国是跟俄罗斯绑定了能源 这才熬到了今天 如果说德国选择的是其他国家呀 那早就死了 现在的德国民意越来越开始怀念默克尔 怀念那个稳定和富足的时代 其实啊 这也怪不得舒尔茨啊 即使是现在默克尔回来 他也是回天无力 这就是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无奈呀 国内十万美国大兵驻守着 媒体舆论 还有高层 被渗透和威胁 只要主子需要 需要你成为案板上的那块肉 那你就得乖乖的躺上去呗 以前没有割你 那是因为主子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啊 不需要 现在主子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任你在长袖善武啊 你也躲不过去 这就告诉我们啊 保持独立自主是多么的重要 强大如德国 当年跺跺脚 地球都在发抖的第三帝国呀 一旦丧失了独立自主 就成了今天 在别人胯下瑟瑟发抖的模样 从繁华到落寞 只不过是转瞬之间 而当年呢 我们穷成那个样子 宁肯跟苏联闹翻 宁肯孤立于全世界 都不允许别国有一兵一卒 待在我们的国土上 这是多么的高瞻远瞩啊 最后咱们说 舒尔茨的话啊 听听就好了 他自己拿不了主意 他只是被逼急了 拿德国投共当筹码 向美国要价而已 但是最终呢 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如果说美国铁了心了 就要把德国当然料 来驱动自己的战车 那么别说舒尔茨了 就算是科尔施罗德 加上默克尔绑到一块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